現在放火我小時候就超喜歡吃旺旺鮮貝的 尤其是上面那個粉 知名YouTuber放火拿著鮮貝擠網子裡塞 回味童年最愛的鹹甜滋味 我買了一千多個 我是想要集結上面的粉 到一大碗上面 直接吃吃看這粉的味道 拿著牙刷牙刷一直到五個小時過去 才終於蒐集到半個碗工的鮮貝粉 看準鮮貝魅力 飯店主廚特別推出米果蛋糕 抹鮮奶油加入北海道奶雙線 在豪邁撒上鮮貝餅乾磨成的粉末捲起來 要快 快它就不會 因為你慢慢的捲它就斷掉 塑形後將裱層砂糖 烙印成焦糖 撒上鮮貝粉收尾 帶著鮮鹹風味的鮮貝卷 奶香濃甜而不膩 餅乾是我們自己所 自己集團所生產的商品 把它結合到一個系列的烘焙上面去 然後做一個商品上的一個整合 除了蛋糕甜點外 就連台式料理也能加入零食 提升口感 與趣味 蒜蔥爆香再把四季豆脆腸一起翻炒 最後加入蝦味鮮調味 跳脫台式香辣肥腸做法 金沙絲瓜也可以加入金牛角點綴 翠綠絲瓜搭上金黃色鹹蛋跟餅乾 色香味俱全 也藉由餅乾提升爽脆口感 但餅乾下鍋時間可得拿得好 最後才點綴上去的 這樣能夠確保餅乾是有一定的脆度 就連米其林三星飯店中餐廳 也將雪芋相思用小火炸得更酥香 和生辣椒花椒粉等配料大火爆炒 又香又辣口感酥脆 發揮創意將零食再進化 讓原本幾十元的價值頓時翻倍成數百元 零食入菜調味變化多甜鹹混搭更能增添風味 既然黃家衛 陳志芬現衛以台北報導